杨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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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而这些东西呢 绝大部分 都是歌迷在好多 我都已经弄不清楚什么时间 地点寄给我的 或交付给我的 信件跟礼物 那天我跟杨妈妈说 这两代 都是好久以前的卡片跟信 现在可以丢了吧 杨妈妈说 不行啦 这些都是你的回忆 你现在不懂 等你老了 你就会很想看啦 我于是安静了下来 然后眉头一皱 不对 那边 那边两代 我都已经整理好了 全部都是一些布偶啦 小娃娃啦 真的不会用到 而且占地面积太大 不行 我要拿去回收 怎么不会用到 你将来 万一有了baby 她看到这么多玩具 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杨妈妈说完 顺手拿起一只小熊 这一只 留给你的大女儿 鸽子啊 杨妈妈好爱好爱你们 比我还爱 是的 今天我所要演讲的题目就是 谢谢你的陪伴 我的鸽子 我来念一首诗给大家 分享一下 最美的身段 留下 就不必再说什么 推倒也罢 容了更好 她最最在乎的 是那群鸽子 从此 失去了一个 孤孤的所在 这是我在2007年 地铁上 发现到的一首诗 由诗人 辛玉 所写的作品 叫做《铜像》 我把它贴在 自己的部落格上面 我的歌迷 从此以后 就以鸽子自居 从我跌跌撞撞 进来这个圈子 已然九年 我们彼此陪伴 共同成长 其实你们知道吗 喜欢唱歌 并不全然代表 喜欢唱歌给大家听 热爱音乐 也不表示 我相信音乐 能够改变什么 是 最初的我 想法就是这么傲娇 我从未想起 音乐有多大的力量 它能够改变什么 它能够帮助 听我的歌的人 得到什么样的作用 直到有一天 我听到了一个故事 这位鸽子叫山姐 老家在台中 后来呢 旅居美国 是2008年的时候 她偶然听到 我演绎的一个作品 是陈小春的 《一定要幸福》 她在病床上 医生告诉她 只剩三个月的寿命 那当时的她 一定非常绝望 我也是从其他的歌子 辗转听到 影响她置身的 一句歌词是 夜深人静 忽然响起 一定一定要幸福 此刻听到 这一句歌词的她 放声大哭 心中的不振 都被一扫而空 她说 从我的歌声当中 感受到一些力量 她很想探索 这个歌手 很想继续 听我唱歌 很想努力地过好 剩下的每一个日子 然后她开始学习 怎么去上网 她找到了后援会 加入了歌子的行列 一起聊音乐 聊我 然后互相打气 2010年的时候 我去到美国 拉斯维加斯 开演唱会 她的先生 陪着她到 剧场来接我 那个印象还很深刻 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想象不到 一个被病痛折磨 甚至被判死刑的人 竟然会这样子 出现在机场 和她的先生朝我 走了过来 我们彼此给彼此 一个很大的拥抱 然后几乎同时 说出了那句话 心里一定要好好的 我感受到一股暖流 原来 真的 有人可以从 我的歌声当中 找到力量 原来在 广大的群众当中 甚至我 我也一样 我们心里某个 柔软的地方 都是一样的 2010年9月21号 她离开了 这个人世 她先生这么说 她是听着我的音乐 安详地离开 我知道 生老病死 不是一个人 能够左右的 不过她先生 告诉我 最后这三年 对她来说 是快乐 而温暖的三年 进来这个演艺圈 其实我不会演 我的心很封闭 其实我私底下 是一个 很善于说话的人 但是也许大家知道 我面临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开始 不太说话 不太表达 能够走进 我生命里的 只有 只有 我的鸽子 我不管大家觉得 追星的粉丝 有多可笑 但是这一路走来 没有鸽子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 我要面对的一切 每次演出 不管怎么样的舞台 我都能看到 台下 某一块 小区里 有支持我的人 有支持我的鸽子 举着灯牌 所以不管多累 我都要求自己 认真唱 唱好来 因为我知道 即便我自己一个人 孤独地 站在舞台上 我看到鸽子 总会心安 所以我开始 更关注 大家在 网络上 给我的私信 给我的建言 我看到有些鸽子说 他的抑郁症 因为我的音乐 慢慢地在好转 又看到 有些鸽子说 他跟我一样 每天坚持跑步 生活更规律了 他们在我的音乐当中 找到更好的自己 而我也因为 他们的陪伴跟支持 我就这么一路成长 走了过来 其实我真的不想说 这是音乐的力量 但是我很想 分享给我的鸽子 你们值得 最好的声音 这个声音 就是我的声音 一个歌手的声音 绝对不能被 锁在唱片当中 作为一个观赏品 它是可以 真正触碰到人心 它有热度 它可以悲伤 它可以欢笑 它可以甜蜜 它同样也可以温暖 它甚至可以让大家 或许就是在 在座的某一位 重新得到力量 所以我愿意 更努力地去唱 我不会再封闭自己 也不会关起门来 孤芳自上 现在 我还是会一大早起来 晨跑 按照我的步调 过我的生活 只是 我不再只是一个人 我知道 有人 和我一起过生活 我相信 我相信当我的音乐 帮助到别人的时候 被帮助的人 也跟我一样 同样感受到 美好与幸福 谢谢山姐 谢谢我的鸽子们 谢谢那些 让我微笑的人 我想说的是 我这一路走来 其实 说不上有多辛苦 是真的 还有那么一点在乎 才会执着 这段旅途 从来都是他们 刻画的那种样子 不是谁的王子 将不出煽情的刺 在喧嚣的王国 守护自己的寂寞 门外尽情动魄 门离我泰然自若 这一路走来 说不上我辛苦 清醒心里很清楚 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 才执着这段旅途 这一路走来 害人的入度 一个人了生意 在困困住室 却不把梦交出 尽管我沉夺残酷 谢谢